大家好 歡迎來到優秀移民 我是李生 我專門跟你們說關於移民最優秀的國家 今天我的話題就是關於加拿大政府 昨天宣佈現在有兩個新途徑 讓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 還有我想說一說究竟它是甚麼條件下 適合甚麼人 還有講述加拿大稅務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整體這個計劃 都是針對年輕人的 因為現在他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你是一位大學生 第二個途徑就是你有加拿大的工作經驗 這兩個途徑裏面有很多東西是相同的 譬如說申請人士必須有香港的特區護照 或者是BNO 第二點是申請人士是需要有加拿大的臨時居留 第三點就是申請人士是需要考試的 英文或者法文 一般人都是學英文的 所以你的英文程度要非常之好的 還有申請人士是必須在過去幾年在加拿大讀書的 所以這個計劃都是針對年輕人的 這兩個方案唯有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如果你是選擇大學畢業這條路線 你就必須在過去三年在加拿大的大學畢業的 如果你是選擇工作經驗的話 你必須在過去五年在加拿大的大學畢業 並且你有加拿大的十二個月的工作經驗 但是這個計劃沒有提到兩點 第一點就是關於家屬 是不是一個人申請 還是可以一個人帶一家人去加拿大 第二點它也沒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申請永久的過程 需不需要另外再計分 就是因為如果你在一般移民加拿大計算分數來說 就算你夠分數 你只不過入了一個pool 入了一個pool裡面 它便慢慢選人出來 這個方案是不是香港人有優先的權利呢 是不是不需要計分呢 如果它是不需要計分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途徑移民去加拿大 應該是對於年輕人來說 是一個很快的途徑 但是大家都要想一想 加拿大那個稅收的問題 第一香港就沒有利得稅的 但是加拿大的利得稅是百分之五十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一個香港的稅收居民的話 你是無需要告訴香港政府 關於你全球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加拿大的稅收居民的話 你是需要將你全球的收入 報回給加拿大政府 那什麼為止稅收居民呢 在香港來說 如果你住滿一百八十天 你便是香港的稅收居民 如果你在加拿大住滿一百八十三天的話 你便是加拿大的稅收居民 我其實覺得 其實移民去加拿大這件事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說適合 即加拿大適合小朋友讀書 因為你可以學到英文 但是如果你稍為是有些資產的人士來說 你未必會考慮去加拿大住 因為始終他的稅收是比較高的 反而我認為 如果你去東南亞國家 如果你有子女 你去東南亞國家送你的子女去那些國家讀國際學校 可能比較好一點 比較經濟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香港的居民 而你是移民加拿大 你是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逃避到加拿大的稅 只要你在香港住滿一百八十天 你就屬於香港的稅收公民 但是你在一年當中 你就不要在加拿大一百八十三天 你最好在加拿大大概一百六十天左右 而你在加拿大是沒有房地產的 你沒有親戚朋友在加拿大的 已經足夠證明到 加拿大不是你的居所 所以你這樣就不需要交加拿大的稅 有些朋友來說 就覺得他想拿一本加拿大護照 但是他不想住在加拿大 他是不想交這樣的稅 所以你可以考慮這個方案 即是拿到護照 然後拿到永久 然後你就離開加拿大 亦都可以 我本人認為 因為我去加拿大 半年都可以有旅行簽證 我想特區護照去加拿大 都好像有六個月 不過我那個是英國的護照 所以如果你純粹想去加拿大住 而你是不想做加拿大稅收公民的話 其實你無需申請一個加拿大的永久身份 你可以直接去加拿大住 每年住五個月 然後離開加拿大 那你就不需要交任何的稅 好了 這一集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